大家好,我是蓝字王 今天我们来看这道roman2integer这道题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罗马字符啊 这个数字的表示 我们有150,50,100,500,1000和对应它们的字符 然后呢有几个特殊的就是49,40,90,400,900 这个就是个位数放在这个5或者10的前面 然后代表就是减1 而不是加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143 它的罗马字符对应的是什么呢 是110c 40呢就是这个xl 然后3就是143 那这道题我们怎么做 怎么给它转化成我们的实践质的这个字 数字 那你看我们在这些4940的时候啊 比如说像这个字符 它代表的是40 l是50吗 这是50减1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怎么说统计所有的这个按我们这150这个方式来统计所有的数 然后减去两倍的10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我们还是拿这个举例 c是100 加上我们就一个一个字符看 这个x就是10 再加上l是50 再加上3个1 就是加3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这个x是在l之前的 所以它实际上应该是减10而不是加10 所以我们在这个结果后面要得到的就是正确的数就是143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在我们input stream里面找是否含有这些特殊的字符 的组合 如果有的话 如果含有iv的话 就是减2 ix的话也是减2 减20 减20 减200 减200 我们先都挨个找一遍 然后把这个offset都先减去 然后字符一个一个看 按照我们的这个对应的数值啊 都给它加加回去 最后得到的值就是我们这个实际数的值 我们简单看一下代码 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 找这个index of这个stream cmcd 就是 这块 cdcm 如果index不是-1的话 就是说它是包含在这个input stream 里面的话 我们就减200 两个是减200 两个减20 这两个都是减2 然后呢 就是一个一个字符的 去去去去看 然后预兆的话呢 我们result就加它对应的值 就是 就是对应这些一个一个字符 只加进去 最后得到的结果呢 就是我们要的数值 好的 那这条题目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